那是我剛入TVV的第二部電影 第一部電影是《未所人生日》 第二部電影是《唐窗3》 我做了一個叫《合邦大佬飛車》 看TVV的電影是新的 但我在電影都浮沉了一段長的日子 基本上是 而且我抱著一個學習的心態 進來TVV叫做《重新學習》 那時我完全打算在身邊每一個演員 吸收他們的長處 導演 拍攝 完全是一個學生 希望盡量吸收 沒有心理關後 我很開心很脆弱 也很享受那個時候 基本上是 因為當你作為一個演員 到你沒有公開 到你開始有公開 而工作對我來說是 除了機會之外 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亦是實踐的地方 是開心的 基本上是很酷弱的 家庭就是我的原動力 基本上它已經是我的所有東西了 變成我不是屬於放工作行先的人 因為我做過我的工作 都是為了我的家庭 當你明白這件事之後 其實很多東西都不是很重要的 主要你的家人 他們開心 就已經是擺在第一位了 其實我挺嚴格的 可能我對自己比較要求高 我是一個很discipline的人 當我可能要教導小朋友 尤其是教功課的話 好像中文的筆劃也不錯得 有很多東西不行的話 就算他們哭著 我都會堅持著 要什麼 替著 拆了 再來過 直至到你認識為止 我才會放手 我是覺得 其實所有人都應該要出外 要吸收一些國際一點的視野 有多一些不同的朋友 將你的視野要擴闊一些人生經驗 以及你們將來 尤其是大學 在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 他們將來的朋友 他們的工作夥伴 很多時候可能都在大學時認識 我會建議他們要出去浸一浸 我覺得思想要國際化 視野都要國際化 家長幫小朋友做很多東西 也都等於我們騙拆了 他們學習和實踐的機會 有時是要他們學習 要他們錯誤 要他們認識 這個是要靠他們自己去做 而當他們做這個時候 應該沒有人在身邊幫他們 因為現實社會就是這樣了 我們不想我們夫妻之間的感情會變淡 我們深信就是 只要我和我太太的愛 是越多的話 家庭的愛越多 小孩子才會有陽光曬出來 他們在愛之中的忍辱 他們才懂得怎樣去愛 怎樣去表達愛 怎樣去傳達愛 他們出來才會開心 他們才會有這個 在笑裡面有陽光 個人比較簡單 也都是這樣才覺得 他們會覺得很美好的出來 所以咯